欢迎回到新台湾星光大道 云林麦聊的台塑六清场 在这个礼拜天的晚上 因为重油跟清气的外泄 造成了火警的意外 经过一天一夜的抢救 火势其实到目前为止 还有在闷烧的状况 附近的居民对这件事情 简直气炸了 本来礼拜一晚上八点半 经济部长施言想要到场勘察 不过却迟到了 后来还发生了警民冲突 走在六清场外的村民 憋了一整天的火气 在晚上一股脑的全宣泄出来 村民情绪几乎快要失去控制 爆发好几波的警民冲突 第一波在晚间八点 一名男子对警方做出挑衅的动作 混乱中一名原警遭到推倒 起身后五六位警察将带头的男子 连拖带拉的逮捕 五百多位的抗议村民 健壮群起激愤 要求警方放人 好不容易村民情绪稍微控制 不时间来到晚间八点半 原本要来勘察的经济部长施言详 迟到魏现身 村民再度不满爆发第二波冲突 五百多位的抗议村民 与三百人次的警力僵持 民众情绪到达极限 鸡蛋水杯矿泉水齐飞 警方的盾牌几乎上头满是弹意 现场乱成一团 六青节点发生严重公安意外 村民按捺不住情绪 推起意外中 一名原警和村民挂彩 六青厂区还在门烧 民众心中怒火 更是难面 村民云林线好报道 六青的事件也引发了当地民众 对于整个六青厂的大反弹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六青最近的公安意外 比例上面可以说是比过去高出不少 过去六青号称是管理非常好的轻油链接厂 但是最近以来呢 其实发生了好几起的公安意外 刚刚我们也听到这个云林县长苏智芬说 甚至要这个救灾 要处理这样子的公安意外 地方政府都无法可施 设备不足 为什么这个东西在这里这么久了 却地方政府没有足够的消防测试 惠文 我简单补充一下 这个其实基本上就是说 这是因为921大地震而设的一个法 那巴昂西事件副院长下台的 八八水再次院长下台 那我为什么特别讲 因为零时会 七月零时会 才刚通过灾害防救法的修正 他把消防署改名叫灾害防救署 现在已经叫灾害防救署了吗 然后副署长 本来是要副署长去领军的 那因为大家觉得 副署长层级太低了 又回到还是由副院长去挂帅 这个对不对 副院长不行嘛 我们实施 副署长会不会有叫不动其他部会的问题 这个我也同意 副院长就是不行 我们这个法弄了十年 发现副院长这根本是一个 银样辣枪头 摆那边没有用 没什么 摆那边干什么呢 叫总统下来好了 这个设计不对嘛 我不是说乘充不好 这个设计不对 那苏之芬因为他没有那个概念 因为这个 县市消防局的编制 不会不是因为说我这边有个六清 所以我就 编制大一点 那个逻辑都不对 因为六清本身 那看这个图 在这边救灾的这些消防车 都不是现消防局的消防车 而是这个 说这一台要三千万 那三千万 县市消防局怎么会买得起 一定买不起 没有那个预算 那遇到这种化学火灾的时候 不是我们一般消防队 平常的那个长训 所训练的 不是他的专业就是 他们了解原理是什么 可是第一个他们没有机器 第二个他们主要面对的是 我们是我们一般的住宅火灾 高楼火灾不是这种工业区的火灾 所以在六清里面 他们是有消防队 这像什么呢 像那个机场 大的机场 他们自己本身也有消防队 当然你需要其他的 譬如说水箱车 那个泡沫车 他们照明车 他们支援的时候 我们辖区的那个 现消防局的车厂 当然是会支援 不会说你自己救 我都没插入不是 但是像数字班讲说 那我也要弄一台这个 一台三千万 你要买几台 那主持人刚刚讲说 这个最近的公安的意外 比较多 可是我们当时希望它 它是零 当然希望它是零 可是你如果自己 限制要去买的话 第一个你那个装备 你要谁去训练 使用频率等等 我觉得那个投资 基本就没合理了 应该是要求 那现在会不会是六清自己的不够 对 你当时要求你六清 你要去你自己要配置 你需要几台 照国外的这个 这个经验 你到底需要多少的 训练器材人员什么 你自己要付借了 你不够的时候 你觉得需要地区 需要限制央局去支援的时候 那就再支援嘛 你是说它的compleat 没道理就对了 我简单讲一下 像在美国有很多地方的核能电厂 是民间盖的 民营的 民营的 那它要盖要整个审核通过 绝对不会说让县市政府去买一些特别的设备 万一它出了事来帮你忙 一定它有整个SOP 出了什么事情以后 它有什么样的设备 出了什么事情以后 它自己处理就对了 完全处理好 这是最基本应该有的设备方式 所以今天地方县市政府 假如说像很多的县市 也有外来的化学厂要进来 那些外来的化学厂要进来 难道是地方县市政府 因为这样每个化学厂 我要再买一些设备 每个化学厂生产的不一样 产生的毒气也不一样 出了什么事情 它们通常都有一定的 标准的作为程序 这个程序要严格要求 所以现在应该要求这个程序 而不是说我现实说 我要买这些设备 说我的不够 我要买 这是完全两个事情 没道理就对了 郭婷 其实昨天有幸 就是跟一个当地的这个居民 麦寮那边 麦寮的居民 他带了一罐那个黑水 我去闻了一下 真的是又涨又臭 真的那个臭味是你难以想象 当然有一些互动 他提到这几年 你们那边有个表 我也看到媒体说 从04年开始 到现在为止 总共有15起 至少照面上有15起 公安意外事件 那据他们当地居民的感受是说 经常看到那个消防车 或是警车 他只有在旋转那个灯 红灯 警示灯 但是他们不鸣敌的 意思就是说什么 就是说这个常态性的发生 已经让居民 当地居民习以为常了 甚至就是说 你不鸣警笛的意思是什么 你想大事化小 很多都是私了了 就是私下就盖掉了 小事情就自己处理掉了 这就是可以解释说 为什么居民群情激愤到那种 民怨已经到昨天 整个好像要暴动那种场面 因为他们情绪上 没有办法平复 因为你不晓得 明天会不会停止啊 好 那还有就是说 他们现在损失已经造成了 你想想看 整个那个我看他们这个蛤蜊 就是文蛤啦 还有五锅鱼 对鱼啦 包括茄子啦 稻米啊 它整个受到严重污染 他们的心血是把 譬如说鱼苗 把那个所谓的种苗放进去 有的对他们来讲 二三十万 其实就是他们的老本了 你现在血本无归 然后整个重污染 包括有一些学者专家 他们研究 就是说方圆 大概几十公里的区域 有五个乡镇到六个乡镇 他们的致癌比率是非常高 那我就想说 这有没有科学根据 有没有一些直接关系 但这是不是一个问题 这是一个议题 我觉得这绝对要重视 在这种情况之下 那政府他长期以来 他有没有关注到 台塑的公安意外的事件频传 所以现在有一个声音就是说 是不是这个机器 相关的设施太过老旧了 台塑自己说嘛 这已经运转了十年 所以现在会出现一些问题吗 哇 那就很恐怖啦 现在会出现问题哦 那所以苏志芬 苏县长 他要呼吁说 成立一个国家级的一个 应变中心也好 或是专案小组也好 你是不是要提升层级 你是不是要找出病根 不是说哇 三不五十 砰砰 爆炸 然后那个火焰满天 然后这个很远的 包括斗南啊 斗六啊 还有那个骨坑那边的人 都看得到那个火焰冲天 那个不定时的炸弹 对当地居民来讲 那怕死的那个心情是 其实没有办法方休的 所以你一定要去解决这个问题 说到底是什么问题 你要把那个病根找出来 所以现在如果说 王文潮董事长他 一步到位去跟你谈说 我们会负责 那我觉得这不是只是赔偿或补偿的问题 这你要去彻底的去态换说 你们之间就是那个所谓的 这根本的问题 就我们看到工业局长 他在应变前天晚上八点半发生这个灾变 他到的时间是非常晚的 你感觉整个政府的机器 似乎是失灵的 我看当地居民讲说 他大概是在凌晨三点钟 因为当然有一个距离 但是你反映起来 包括经济部长施研祥这边 你感觉好像还沉浸在 ECFA的那种 全面备战里面 你对于应付这种 在当地居民眼中 已经是常态性的 公安意外 这么剧烈的一个公安意外 是这样一个处理 那他还讲了一句 就是说非系统性 这工业局长讲的 非系统性的问题 不影响五期的扩建 你今天没有全面停工检修 六期还继续扩建 你怎么知道不是系统性的问题 系统性问题它涵盖范围 我不知道它指的是什么 现在已经停工了 对就是这是一个暂时停工 包括我们这边有个表 包括那个硕衣厂 还有过去发生过 那个硕衣厂的部分 它是有停工 这一次有没有要求 全面停工检修 是否有关系到说 你一停工 产量是不是说 受到影响 然后等等的这些问题 但是你还没有做一个应变 就是说全面的一个检修 你怎么知道 不是系统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昼下段 而且它是用一个疑问句说 看起来不是 我觉得政府的那个应变 没有到位 然后现在感觉上 只是在救那个火灾而已 它并没有解决根本的问题 不过台硕是一家民间公司 民间公司它不需要自己负责 它自己发生公安意外的责任嘛 就是说工业局应该去的现场是说罚钱 或者是停工 它应该扮演这个角色吧 它去帮台塑善后这些事情 这符合政府该做的事情吗 我觉得像在美国 类似的民营产业 它是应该要负责的 但是周边的公家的 当然也不能见识不救 也要进来帮忙 我觉得是像这种清油烈解 这个高耗能高风险高污染的产业 其实这个算意外吗 还是跟频率有关的意内之事 这个是非发生不可的吗 还是是因为不小心才会发生 我觉得这个要搞清楚 我觉得大概这个大概是 就是是不是系统性的问题 我觉得这跟系统性又无关了 我觉得像现在 要讨论七星八星这些事情 到底要不要设 我觉得当地的人 应该要让他们充分了解 这样的产业 即便你非常非常的小心 也有发生的可能 那如果发生的话 你们应该是说 这个本来意料到的 只是说我本来意料 五年一次 怎么三年就来一次呢 这个应该就早 你老早就知道 现在半个月就来了 就一旦你发生的话 你的水会脏 你的土地会受到污染 你的风油会死掉 应该这个都在意料当中 所以我觉得像这样的产业 你这个评审小组 在核准能不能成立的时候 应该要重演 你不能说没事的时候 或者还没有成立的时候 粉丝太平讲得很漂亮 这个金鱼都会转弯 但是如果你严格 你一旦发生的时候 大家就来抗争 就说我要这个 我要那个赔偿 我觉得像这种产业 到底它是不是应该 它结算盈余 回馈股民 或者是在计算的时候 是不是应该要把可能发生的公害 或者公安事件都应该要算在内 就是外付成本要内部化 对对对 所以如果说发生的话要赔偿 一边说一定很厉害 一定背得给你们感恩 背得给你们欢迎 背得给你们滚蛋 不用做也不用吃 我觉得这个都要考虑在内 因为像这样台售 我觉得台售是很会算的 它如果要它算成这么宽的话 它恐怕就不干了 我觉得它是算得很精的 因为这么精 它才有那个所谓EPS 那如果说这些 这些预估在内的 可能发生的灾害 跟所应该付出的赔偿 都预算在内的话 我觉得他们恐怕就要搬到 一个比较不计较的地方 比如说他们这个如果 比如说中国大陆吗 不 我觉得这个计较不计较 跟一个国家的水準有关系 这样的场如果设在越南 如果设在福建 我想当地人民的要求 恐怕就没有这么严格 但是台湾已经不是了 所以这个也应该在他们的 所以你建议他要牵查 我觉得你大家都讲明了 你就会觉得说 此地要不要留我 我如果留下来 我受得了吗 除非你说这种事情 绝对不会发生 请王文潮或是王文渊来讲一讲 这种事情以后还不会发生 我讲他们绝对不敢讲 这是最后一次以后不会了 我觉得以后还会吧 只是只是多 而且继续设备老旧之后 搞不好频率更好 我觉得跟设备老旧 当然会比较容易发生 但是我觉得不老旧 恐怕也会发生 我觉得这个是多久一次 还有规模多大 还有灾害有多大的问题而已 这一定会发生的吧 对不对 好像你人都会生病吧 只是用的人比较不平 没有用的人比较不平 20年前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 台售在美国的厂就被检查 也出事啊 也出事啊 也出事 那有官场吗 也一样被勒令啊 然后检查啊 那时候我们在 在那个美国留学生就觉得说 怎么我们台售这么厉害 连污染都带到美国来 而且好像被罚款还罚了不少 对 在美国罚很重 对 我举个例子 像这次BP英国石油公司 在墨西哥1Long的世界 然后你看觉好像欧巴马出力很明快 好几次都去询释 然后开了好几张账单给BP 结果呢它现在民调创新低啊 为什么墨西哥Long 又是个很大的事件 所以这个公安事故 也影响到人民对政府的感受 这是对的啦 那你自己说要谁来处理我 没有意见 但是说你要处理得好 如果能够工业局什么经济部 都不出面 如果能处理得好也OK啊 这个是处理得好不好 是谁出面的问题 但是我要讲 我们现在要台数六青 到底要不要继续在台湾 要不要继续在台湾升转 六青很多东西 最后ending 这些东西都跟六青 都跟那个石化业有关系 比如说塑胶 塑胶这些东西都是 石化最后的产品 都是这些东西 那你要不要 那今天如果说要或不要 那解决方式完全不一样 那不要 那就再见停工 再见 我就业率要降低 不要紧 因为我不要这个污染产业 可以 如果要的话怎么办 要的话怎么办 那是不是 就是刚刚这个邦晴谈到说 有人说这个管线老舅 是不是管线赶快彻底检讨 整个换新 你不要再偷偷摸摸给我救火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关键 但是有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就是政治不要介入 我觉得 我觉得苏志芬讲的话 一开始讲说 这个我消防单位 消防这个消防设施不够 拜託要不要台北县 山座河电厂 外面准备击摆台 是不是这样 不是 绝对不是这样子讨论事情 而且最终是他说 如果你这不解决 造反有理 现在民众情绪 已经被调起来 你现在讲这个话 又去调取 继续调起附近民众情绪 这能够解决问题吗 这能够解决问题吗 我觉得解决问题的方法 是有很多 但最糟糕的就是 讲一些 不能解决问题 又要调起民众情绪 然后制造昨天的冲突 那警察也是 那警察也是我们的子弟 那也不是中国派来的 何必这样打了头部血流 就问题有没有解决 没有解决 所以 中国派来才能打下去 没有啦 我是说 都自己人 你不要误导大家好不好 不是 问题是最后 没有打到头部血流 没有解决问题吗 所以 昨天是苏志芬到场以后 群众才改为警察座的 他并没有升温 我的意思是说 有其他要参选者 我看到 我说不要有 政治力的介入 不是 那个被政治背心 对 政治人物在上 你最后如果说 嗆嗆 然后台数给我离开 台数给我离开 如果万一离开 万一造成其他议员 比如说 我这个救育整个降低 你买不 这样买就好了 大家来啊 到时候有副作用 谁要负责任 不是嗆嗆完 所以解决问题的方法 不是用嗆嗆 而是你找到问题的症结吗 就刚刚说 真的老旧 我们就来处理 如果以后再发生 如果重罚 或者是让你停工 这都可以谈啊 不是 绝对不是说 造反有理 这个话以后不要讲 因为这样子包围了之后 也不知道到底 现在事情该如何处理 我们讲最简单的了 飞机的老旧 谁要来维修 也有一定的检查标准 那以前我们经常坐飞机 就发现有一两家航空公司 是经常维修是不太认真的 就造成出了事 出了事以后 它马上 它的乘客下降 那没有去检查维修的 就是政府部门 那公司自己本身 内部不计 好好去做维修 这两个层次都要 把它加起来 所以台塑内部没有去做 应该它有的安全检控 台塑的事情 那地方的环保局 或是中央的环保局 有没有跟 对这么大的一个公司 它假如造成伤害的时候 还是因为检查 没有严格的检查 造成它对环境破坏的时候 这个伤害这么大 中央的环保单位 跟地方的环保单位 有没有去做检查 这个要赶快去做 要不然这个不做 未来再给你 再多的消防车 你都救不完了 主持人这个 刚刚第一段谈富邦 然后现在谈到这个台塑 这两个在台湾 这么大的财团跟企业 你觉得马政府能做什么 那马政府敢做什么 都不敢 也不会做什么 大家都放心 那这个当然六清 这个所谓的大火 当没有人愿意 但是一艘 也不要再讲节能减碳了 就小时候 那个其实 我都觉得那些 所谓 我不是说 不应该环保 而是那个跟工业 所排榜的来比 真的微不足道 那个比例非常非常的低 你就平常大家做的节能 都减碳 对 那个比例非常低 我说可以做 但是不用政府 这样敲锣打鼓的做 我觉得刚刚那个 你们的标题非常好 因为 你看苗栗大普的事情完之后 他们立刻转向去国光石化 国光石化 现在还没有一个结论 这个六清烧起来了 就转去六清了 刚施晨兄说 政治不要介入为什么不要介入 我都要全局为什么不介入 他不是单一事件啊 从苗栗大普的事情 其实马正民家看出来说 幕后有人在推嘛 在这 现在 推成这样他也看不出来 那我也不然怎么会30%呢 民家怎么能 不是在那些 有人在幕后 你看我们这个云林这个地方 民风很飘悍 绝对给你拼了 我的虞子都死了之后 光石说的 水或什么空气很炒的 他要给你拼了 拼的时候 当然居民的不满 我们绝对这个同情啦 问题说他起来这么多年 不是第一次啊 不是第一次 这次烧起来当然特别严重啊 我说 马政府你遇到这问题说 经济部去解决啦 行政院长啦 现在陈子最完高行政院 怎么解决 他说你停工不要干 关一关 关一关你觉得那个影响多大 那个影响多大 很大 不是说一个小的工厂停了就算了 他是个大企业啊 上市公司大企业 倒的 说拐问啊 那你们 各位前辈讲 那我们搬走 我们搬到海外去 搬到别的国家去 你看怎么办 那这问题启示 我没有办法 把马总统 想说解决的方法 我没这么厉害 我是要跟马总统说 这在里面 绝对有间谍的 兄弟兄弟 因为民进党 我没有什么可以输的 我现在就是在野 我就躺在这家穿插的 我就扁了 你拉拉的 所以主持人我要强调说 譬如说国光实话 现在很多绿的朋友都说 哎那个什么白海豚啊 什么什么中华白海豚 好我请问 民进党的态度是什么 是不是说民进党我执政之后 国光实话就把他拆了 还没盖了 还在完毕了 我知道啊 所以那你的态度 你说我跟国民党 他应该现在先拆六青啊 对 你现在就跟我讲 六青什么八青什么 只要我民进党执政 通通不准盖 已经盖了就通通拆掉 跟当年的核四一样 那核一核二三顺便拆一拆啊 因为林英雄要去干主委 全部拆一拆啊 你把你的对策 你不要跟我讲你反对嘛 那你反对的 对策是什么 国民党说往东边走 我不要 不要那你是不是就是往西边走 讲清楚 讲清楚那大家来做选择 而不是说我反对 你反对往空走 那我不见得往西走啊 像蔡英文就是这样子啊 反对ECVA 可是 很像讲不出来 就这样中毒 像这种环保议题 很容易操作的 然后很多弹头的学者 马上就连署了啊 学生啊 那种很容易被挑起的 其实我不是说要赞成 马政府都支持他 我第一次说 没有那么单纯啊 这个又需要双英大辩论 后面很多文章的啦 我说这个是不是也需要一下 就是双英大辩论 就是台湾的这个经济的走向 是不是 为什么要辩论 主持人对不起 为什么要辩论 现在谁执政 就马英九自己决定 对啊 为什么要跟你辩论 奇怪了 那万一他决定要盖八卿 民进党执政又把它拆了 那就拆啊 那不就又重蹈何次的覆车 我觉得已经盖了就好像六清 你不能说现在 因为这样子的时候 我要非才不可 但是未来的 我觉得就是说 不是现在辩论啊 就是国家级的重大选举的时候 两党就要讲这个东西 你这个打 你是说等到2012再辩论 当然2012的时候 是一个非辩论不可 不能逃掉的时刻 这种大问题 到底你是站在哪一边 像美国的共和党跟民主党 比我们不会装算 他们比较干脆 许说我比较袒护 我们就是不干不脆啊 有千人的 那民主党又说我比较袒护这些 我们两个党 讲起来都是说 我袒护所有的人 我又照顾你又照顾他 对对对 国民党也是这样 民进党也是这样 所以我们才分不清楚 所以票才 我们到底该选哪一边 分不清楚 我们票才乱投嘛 那你看 大家都认为 国民党其实是比较右翼的 比较偏右的 比较主张发展的 生产的 比较共和党 比较接近共和党的想法 民进党就是比较 progressive 就是进步的 前进的 环保的 农民 稍微恶肚皮 没有关系的 对不过 应该是两个政党 好处都讲一大堆 那他的并发症 他的缺点 就尽量不讲 那老百姓 我们的义务就是说 没讲的不行 我们要放他讲 那老百姓也了解 然后在选举的时候 你好好做一个选择 而不是说现在吐槽啊 我觉得这个两个党应该要 就是说坚守自己的立场 不要什么都想要 重点是要先把立场讲清楚 你的立场到底是什么 你不能讲说 他好的我也有 他坏的我都没有 像我附在讲一句 现在杨智良 杜他的乌沙玛 就八月飞过了 不可的全民健保 二代健保 我跟你讲二代健保 这个二代健保的修正案 如果过了 他真的就是 100%的社会福利 他就说你全家 这一定的比例 比如说你加了保费出于国民所得 这个是大家都一样 然后你缴了以后 大家都可以免费 就一直看 你想得全世界 像这种制度 只有一个国家可以做得到 古巴 古巴 那以国民党的属性 以国民党过去的做法 国民党是不应该通过的 但是这个是民进党设计的 那国民党现在也说要 国民党也怕 说非过不可 真的国民党你要过吗 你国民党过了 台湾就是第二个 就医疗制度来讲 是第二个古巴 我举声 我好不容易才脱离北韩 那又要变成古巴 我们今天不讨论这个东西 我们今天不讨论这个 我又举一个例子 政党真的没走 你知道吗 你该讲的 你坚持的 你的主张是什么 到了选举的时候 都呼嚷了 都 揹起 可是你不是也满赞赏 蔡英文的模糊话吗 蔡英文 蔡英文现在不模糊 我们等一下要讨论 蔡英文终于回到 她原来的面目 我非常高兴 我等一下要不顾 辉文对我的批判 我要说你终于回来 原来的蔡英文 我现在我要批评她的就是说 你要回到你原来的 怎么不通知苏贞昌一生呢 你让苏贞昌很尴尬 我先补充 2006的蔡英文 这个苗栗的大火 他23公顷 你后来变28公顷 多征收了5公顷 后来就炒来炒去 其实这个也还没结束 民众说我不要跟你换地 我为什么以地一地 我就是要我原来的地跟原来的房子 我阿公老婆的土地 我就是要这一地 我不要跟你 所以这其实问题还没解决 那其实他那时候 一开始说他征收23公顷的时候 到底谁核定的 2006年的行政院副院长叫小英 他讲不讲 他不讲这个 有台提不提 不提啊 怎么可以提呢 所以他们现在的说法是说 23公顷没问题 有问题只有5公顷 就针对这个刘正宏的部分 那个什么 因为刘正宏当县长嘛 这个时期都刘正宏当县 然后那怪手开进去的部分 一直骂 啊怪手不能 这个怪手开到农田里面 怎么讲也讲不过去 这个当然可以批评啊 可是整块 包括你讲说 这个苗栗已经很多科学园区 那个铜锣啊 后来本来不是说后龙 也要征收什么 已经很多科学园区 为什么还要弄个大谱 你去问小一 那你问马英九 马英九说当然啦 你可以牵着马英九说 那你应该把它喊停啊 已经那么多了 已经那么多科学园区 都闲置在哪里 包括那个阿扁麦那个龙坛啊 里面也没有人啊 只有一家而已 那到底干那么多科学园区 干什么呢 这个这样讨论合不合理 当然合理 那天韵鹏兄也讲了很多 那请问小英要不要面对 我面对啊 他跑去那边 站在树下拿着麦克风 你们这个我很同情 就是你那时候核定啊 那时候行列院长叫做苏贞昌啊 然后大家都不去谈 就蔬菜配合定的 是啊那为什么都不谈呢 然后都通通推给马英九 我觉得这样子不是那么 他们说马英九应该上任之后 就废止他们两个的合定 全部废就对 包括机场捷运什么 通通废一废好了啦 这样也可以的 对我刚前面有谈到 这个慧问这个观点嘛 就是说扁规好像国民党现在也随了嘛 那我要讲就是说 民进党现在巴不得回到抗争路线 那我们看到最近一连发生 从大埔农民事件到国光石化 那到现在的这个台塑的公安意外 这个是对民进党来讲是非常肥沃的一个土壤 他非常认为是一个非常肥的一个议题 那你今天就看你执政党有没有处理好 如果你没有处理好的话 这个议题连结变说农 鱼 工 甚至扩大成民 农民工啦 整个这个议题是掌握在民进党的一个 抗争路线的一个手里 那我要问就是说现在执政党 过去在这些议题上或是相关的议题上 隐隐然有没有支持财团 他在哪一边 如果他过去隐隐然站在财团这边也无所谓 如果跟这个经济发展啊 产业发展都有关系的话 还有一个理可以说 但是你今天台硕发生这个公安意外 你还站在财团这边 还有过去你如果站在财团这边 我觉得就不应该 为什么 因为我听当地居民讲说 过去不是有大大小小一些事件吗 他们有时候罚还 就是政府是一个监督单位嘛 对于公安意外 他们罚还只有10到30万 你说云林县政府开的罚单 我不知道是哪 就是政府机构 一定是地方环保局啊 好不管 不管是政府 就是环保署罚了100 好不管是 你们面对一个财团 好不管是地方政府或中央政府 包括你 我们刚刚讲说国防实话 它是八亲嘛 是不是 我们讲的是一个八亲议题 还有五旗的扩建 那你 你今天我刚刚举例就是说 你工业局长 你还没有去做应该的一个 这个问题的一个检 检视 你就说这非系统性问题 我五旗好像 势在必行的那种感觉 这些都不对 我觉得就是说 你如果站在这个财团利益的话 你自然会偏废 所以我们刚刚讲的那几些族群的那些 我们讲的农民 漁民 工人 他们的一个权益 我觉得处理这个事情的话 不能一下子往财团那边站 所以大家执政的时候 通通都是共和党 在野的时候通通都变民主党 陈定南执政的时候 在宜蘭县就是不适量选择 对 他就是不让台数进去 所以每个地方的县市政府 包括政党都可以表达他的立场 不要再模糊了 我是这么讲 我们先接一下观众电话